思理一番 尚未想到会是谁缔造这个阿兰若之梦 我便翻阅了范英谷近几百年的史集 结合之前将希泽代替时收取了希泽的所有记忆 对阿兰若所在的范英谷局势更加清晰 而且也从中知道了项李确因深爱秦华夫人 即便秦华夫人是自己兄长的霸妻 项李确在杀死了自己兄长之后 明知道秦华当时已经身怀六甲 还是迎娶了秦华夫人为君后 所以项李确并无太多嫔妃 这样一来 今晚需要探一探小白的元神是否在 项李确的寥寥几位嫔妃倒是十分轻易 为了避免遗漏 我还是翻阅了范英谷出生名录 找到即将在未来九个月内出生的王族婴儿 和对范英谷有特别影响的婴儿 这些婴儿的母体都是法律比较强大 小白选择他们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查过名录后 最终确定除了局之外 还有两位此时有孕妇人 其中一个是位于王宫外的一个范英谷 名臣府邸 该婴儿会在未来三个月出生 则该妇人怀胎七月 余下一位是项李确的嫔妃 位于王宫内 婴儿将在未来四个月出生 则该妇人怀胎六月 与此同时 查看了此时的范英谷地图 确定今晚的夜叹路线 一切就绪后 我便盘息而坐 运气调息 养金蓄锐待夜幕降临 害时时分 白天人声嘈杂的范英谷 此时逐渐安静下来 我趁着夜色 隐身潜入那位名臣的府邸 为了更快找到那名有身孕的妇人 立于半空中查看了一番 发现一个院落随时的女佣 叫其他院落多 于是往另外一个院落 一个家丁丢了一个狮子 这名家丁应声而打 一下子造成一众家丁一阵慌乱 引起整个府邸沸腾起来 趁乱 我隐身潜入了方才发现比较多女佣的院落 发现这个院内果然卸着一位身怀六甲的妇人 此时这名妇人似乎遭到惊吓 正要起来 我对她失了昏睡觉 方才要起来的她就又安静睡去 我连望施法查看她腹中胎儿是否素有小白的元神 片刻后 发现小白的元神没在此处后 我便离开此处 一炷香的时间 我便来到王宫 像李雀的另外一个嫔妃的宫殿 王宫守卫森严 我没有用方才的计策 只是给守夜的是女试了昏睡觉 便潜入这位嫔妃的卧间 见这名嫔妃已经歇下 此时似乎睡得十分安稳 便是法查探小白的元神是否素在其腹中胎儿 果然 小白的元神也没有在此处 看来 小白的元神应该是素在菊诺腹中胎儿 只有确实探一探才能做最终论断 离开巷里却的那位有孕的嫔妃宫殿时 已经接近紫时 夜色渐浓 我没有停歇 静止去了菊诺所在的宫殿 守候在宫殿门前的宫女看到我来了 连忙行礼 我示意她们不必多礼 便推开门 宫殿内还有几个随似的宫女见我进来 给我行礼 希泽大人 我看了看床榻上的菊诺 似乎已经睡熟了 没有发觉我进来 我看了看菊诺的腹部 是否想知道小白的元神是否在此 但此时还有其他人在 于是我问随时的宫女 宫主怎样了 宫女恭敬回答 宫主刚刚歇下 现在是此时 我要为宫主运气养伤 你们回避片刻 我淡淡地吩咐 宫女听我这话 便恭敬退出去 见宫女将门关好后 我便三步并坐两步走到菊诺的床榻前面 看着菊诺的腹部 喊 小白 宁神听了一会 没有声音 又追问一句 你在吗 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于是 我是法要查探一下菊诺腹中胎儿 塑了小白的元神 但是法力运行到菊诺伤口处有排斥 我不得不停下来 心里默想 菊诺受伤了 若是要此时探知小白元神 恐怕会造成严重后果 但我现在只有一成法力 没办法将小白带出来 虽然现在无法落实小白的人神素在菊诺腹中的胎儿处 但其他可能性已经被排除 小白素在菊诺腹中胎儿几率最大 如若小白去世素在菊诺腹中胎儿内 而我没有跟她说话 她又会如当初我没有看出她是小狐狸那般怪我 想起当夜悲伤的神色 我不能再小白伤心难过 于是 我便说 小白 我现在只剩下一成法力 无法带你出来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去处 那暂且先在这里休养 等我些时日 我便带你出去 我听了一会 还是没有听到小白的回应 难道小白睡了 还是小白根本没有素在菊诺此处呢 从菊诺宫殿出来后 我没有留在王宫 直接回了齐南神宫 齐南神宫有炼丹炉 我想给菊诺炼制一些丹药 让她尽快恢复 以便尽快可以探究小白的元神 是否素在她腹中胎儿 之前查看过其他有身孕的妇人 都没找到小白的元神 小白的元神素在菊诺的胎儿可能性极大 如小白的元神 确实是素在菊诺腑中胎儿出 我更加需要为菊诺炼制一些丹药 好让其尽快恢复身子 让小白更好地从菊诺的胎儿中汲取养分 更快地将元神调理好 我寻了一些上乘的药材 有凝神静气作用 敷下去可以让菊诺平心静气 对胎儿好 对小白也好 花了些法力炼制了一瓶丹药 炼好后便吩咐世卫给菊诺送去 同时让世卫叮嘱菊诺平时里多加静养 看着世卫离开的背影 我不禁想 小白带菊诺的商权好了 我就能知道你是否在他身上了 因在无法确定小白的元神 是不是素在菊诺身上 而我又无法将小白带出来 所以昨日便留在秦南神宫 为菊诺多炼一些丹药 今日清晨 我一早便到了菊诺的宫殿 查看菊诺的商事有否好转 看能否早日确定小白的元神 是否真的素在菊诺身上 细细查看了菊诺的脉象 应服下我给的丹药 此前脉象的不平稳之相 如今也好转 而手腕上的筋骨摔伤 经过多日静养休息 筋骨生长愈合得也还算理想 但此时还是无法施展竖法 确定小白的元神是否素在此处 见我一直没说话 清华夫人在旁边十分紧张地问 菊诺的伤势如何 确认无误后 我便告诉清华夫人 外伤好多了 过几日应该就能痊愈 清华夫人听到这话 欣喜地说 太好了 我看了看菊诺 见她满脸卷容 难道是小白的元神素 在菊诺的身上 元神之间有排斥 让菊诺心神不明 于是问菊诺 不知公主近日感激心绪如何 此时 菊诺也已经坐起来 看着我说 这段时间一直待在这宫中 自然有些奄奄的 有孕之人失税也是和情理之事 只要菊诺未曾感到心烦意躁 小白的元神也不会有不适 我便放心了下来 此时又看到菊诺看着清华夫人 带着一些歉意说 原本几日之后 母后的生辰 菊诺应该尽心尽力准备一份大礼的 却没想到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腕的伤 便愧疚地没有说下去 清华夫人听到菊诺想要为自己生辰尽孝心 关切地责怪菊诺 你这孩子 还想着准备什么大礼啊 菊诺听了清华夫人的话 没有责怪的意思 反倒是满心的关切 又抬头看着清华夫人 此时 清华夫人笑着看着菊诺 开心地说 咱们一起道官成功一起赏花吧 这样对你的伤势也有不少好处呢 听到清华夫人的话后 菊诺满脸期待的样子 欣喜地说 是 母后 听到清华夫人与菊诺母女之间深情的对话 对于清华夫人的寿宴 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谈 我便看着清华夫人辞离道 没事了 我先告辞 见清华夫人点点头同意我离去 便往外走 才走了几步 便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喜泽大人 听声音似乎说话 人此时十分急切 我便顿了顿 停下离去的脚步 回头却看到来人竟然是一直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的成帝 此时他站快步向我走来 我与成帝没有什么交集 此时他来找我作甚 于是不解地看着他 问 怎么了 此时 成帝已经走到我身边 给我供身行礼说 希泽大人 到时候母后的寿宴 您也一定要来呀 这种寿宴 热闹非常 人多嘴杂 我最不想参与 但听成帝的话 似乎我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于是我问他 这次寿宴我也要去吗 成帝看着我 笑道 那是当然 琴铁已经送到您的府上了 况且菊诺姐姐的伤还没有好 您自然是不放心的 对吗 我想了想 观成功是比一鸟族在设栽泛应谷比较偏远的行宫 清化的寿宴看来需要好几日 虽然小白的元神还未完全确定宿在菊诺身上 但毕竟宿在菊诺身上的可能性最大 这几日若有什么事发生 伤了小白的元神 就麻烦 我还是跟着去比较安心 于是我看了看长帝 便说 公主的伤 希泽定会尽心 听了我的话 长帝没有显得特别意外 反倒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 缓缓地说 这次阿兰若也会去 此时长帝提及阿兰若 我不解 看了看他 不说话 长帝没有看我 有些扭捏地低下头 轻声地说 其实 长帝一直都很羡慕阿兰若 能够嫁给希泽大人 阿兰若自小 由石雕四尾巨蟒养大 而且虽然和希泽成亲 但希泽却对阿兰若是若无睹 史书记载阿兰若是自以身亡 长帝虽然早年得上君和君后的宠爱 但史基记载却是得了疯癫症 最后也是不得善终 此时距离长帝的封边之正还有些时日 此时的长帝应该是春风得意 何来羡慕阿兰若之说 此时他提及自己羡慕阿兰若 又是何意 正在思考 长帝却又抬头看了看我 似乎在试探我的反应 见我不作声 长帝误以为我默许了他的话 忽畏很是替希泽抱不平 激动地说 他那样下贱的身份 怎么能够配得上 尊贵的希泽大人呢 流来长帝羡慕阿兰若嫁给神官长希泽 但希泽与阿兰若虽有婚约 也已经行了祭天礼 是名副其实的夫妻 但祭礼后 希泽一直以炮击为由 独自隐聚在秦南神宫 徒留阿兰若独居于自己的府邸 希泽与阿兰若一生未合居 可见阿兰若的一生如何孤亲 阿兰若只不过世上 因为了稳住神官长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就是因为不喜爱这个女儿 向里却才将阿兰若许配给希泽 长帝却羡慕阿兰若 真的不治 长帝明知道希泽是自己姐姐的夫君 却来跟希泽说这些话 真的毫不知廉耻 我为小白而来 更不愿与其他女子有过多牵扯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于是我高声斥责长帝 长帝公主 你和我在此私话私有不妥 请回吧 说吧 没等长帝反应 便静止离开 从王宫出来后 我便直接回到秦南神宫 一到神宫 侍卫就承上王宫派人送来的寿宴请帖 翻开请帖 上面赫然写着 承邀 希泽大人与阿兰若殿下 抗礼于5月15城市一刻 私刑河畔乘船前往关城宫 共庆军后生辰 若款是比翼鸟族上军 项李雀 我自下山宿在王宫好些日 身为希泽的霸妻 阿兰若殿下从来没有露面 看来 希泽和阿兰若这对夫妇结合 确实是政治婚姻 毫无感情可言 而项李雀为了牵制希泽 还发了这份邀请函 必定是想提醒希泽 他与自己的关系 阿兰若是看破梦境 出梦的关键 只有找出谁为阿兰若造梦 才可以寻得法门出梦 所以对于围绕阿兰若的周边之人 需要特别留心 今日是5月13日 则后日出发 今日早上查看橘诺的伤已经逐渐恢复 按照现在的恢复速度 可以在三五日内便可以痊愈 届时我便可以查探小白的元神 是否塑在菊诺腹中胎儿 若小白的元神 确实塑在菊诺腹中胎儿 那就省事一些 如果没有塑在菊诺腹中胎儿处 那小白的元神又会塑在何处 那样 我更需要抓紧时间再去寻小白 想起今日早上刚到王宫市看到 面对满桌的丰盛早膳 菊诺没吃两口便让宫女撤了 此时的菊诺 正处于运早期 冲外之气上腻 胃失何降 脾胃虚弱 对于果油腻的食物排斥 此时菊诺应以清淡食物为主 但王宫内官不知道菊诺怀有身孕 而且菊诺也不敢自己提出要清淡食物 因为所有人只知道她从马上摔下来而受伤 不知道她此时有孕在身 小白的元神方才速入菊诺腹中胎儿 如若菊诺饮食不当 也不利于小白的元神调息 正在范畴给小白如何补一补 忽然想起在十恶莲花镜时 小白似乎挺爱吃我烤的地瓜 于是 我吩咐是为准备一些地瓜和紫苏液 地瓜清淡而且补充营养 促进肠胃蠕动 有助消化 缓解便秘 而紫苏顺其间位 也有安胎补胎用 促进身体健康 对菊诺也有好处 5月15日毛时 我在秦南神宫院中刮了一个小坑 底部放一些紫苏液垫底后 在紫苏液上面放几个地瓜 且地瓜之间再放入几片紫苏液 地瓜的上面再用紫苏液盖好 上面掩埋一层薄薄的泥土 天柴火 纹火慢慢烤了个把时辰 在烫火熄灭后 再将地瓜挖出来 尝了一个 发现香染甜糯 搭配紫苏独有清香 倒别有一番风味 不知道小白是否爱吃呢 想起小白在蛇莲花 竟吃了我烤的地瓜满足的样子 不由得心中意暖 晨时 我独自来到私行河畔 发现有一大船和一小的画坊 听侍卫说 君上今年特许阿兰若将清殿 带上一桶去关城宫 据希泽记忆和史记记载 阿兰若收养一条小青蛇 这条青蛇被尊称清殿 为了避免造成一桶前往的人人恐慌 上京特意安排阿兰若和清殿在一个小画坊 其余人宿在大船 当内官询问我是否与阿兰若殿下宿在同一画坊时 我便以照顾菊诺为由 让内官将我宿在菊诺所在的院落旁边的院落 安等好后 我命远将烤好的地瓜送去给菊诺食用 午后 世卫来报 今晚上京设宴 邀诸位嘉宾赏歌舞 饮酒作乐 以前旅途之乏味 本来不想参与 但想起小白的元神至今还没有可以完全确定是在菊诺身上 此种宴会多人参与 如果小白的元神没坐在菊诺府中胎儿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查看一下更多可能的人 而且阿兰若也有可能出席 看看这种情景下 谁会对阿兰若一样 尽快找到谁是造梦之人 立以找到出梦的法门 为了更快找到这些线索 酒宴一开始 我便入席 刚进入宴会 便有小四引路待我右边靠近主座的位置坐下 我环视前场 上京巷里却和军后清化夫人在主席台 菊诺和长蒂在左边靠近主座的位置坐下 还有一些王族和大臣参与这个宴会 此时再歌再舞 宾客们都举杯畅聊 场面十分热闹 正在此时 忽然看到几个小四用一个竹笼抬了一条长树长 身体如柱子般大小青色蟒蛇进来 放在我所在的位置的下一位的前面 难道这就是阿兰若的养的小青蛇 宴会上出现一条蛇 显得十分突兀 我不解的看了看为首的宫女 问 这是 宫女看了看上君 又看了看我 笑着说 上君刚刚准了 让清殿也来参加宴会 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阿兰若殿下 现在却一直找不到他 只能放这儿了 这果然就是阿兰若的养的青蛇 既然蛇在这里 那么主人阿兰若必定也会在旁边就坐 我看了看旁边的空空的位置 问 阿兰若殿下坐在这儿 宫女恭敬地说 是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我淡淡地吩咐 阿兰若和希泽是夫妻 坐在一起也是合情合理 宫女恭敬地行礼说 好的 希泽大人 说吧 便离去 阿兰若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 自小在蛇窝长大 且自己的夫君对自己也是不闻不问 阿兰若应该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 但又有人为她缔造了这个阿兰若之梦 这又是怎么样的深厚情谊 阿兰若真的是一个奇女子 正在我思索之际 忽然感应到小白原神的气息很强 心中一喜 我站起来默念 小白 环视一周 发现此时宴会上杯酒交错 而舞姬在我入席之前已经跳舞 作息上也没有刚来的人 却在我鞋对面 有一名女子似乎在和在席上之人谈论什么 似乎是刚刚来到宴会 难道小白的原神在她身上 正在我私存之际 那名女子正在拜别 就要离去 我连忙跟上去 待到人影稀少的角落 我大声朝那名女子呼小白 那名女子听到声音后 胡一转身 看到我后 便恭敬行礼 西泽大人 有什么事吗 我看了看这名女子 方才明明感觉到小白的原神的气息 但在这名女子转身刹那 明显她的身上没有任何小白气息 难道是我太想念小白 方才出现了错觉 正在私存 又听到这女子的问话 我便说 没事 你去吧 这名女子给我行了一礼 便转身离去 正在沉思 忽然听到身边响起成帝的声音 西泽大人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看着那名女子践行践远的背影 我淡淡地说 好 便又到回去宴会 刚回到宴会 清话便向我走来 笑着喊我 西泽大人 听到有人呼喊 我停下脚步 转身看了看来人 此时 清话已经走到我的身边 关切地问 怎么没有看到阿兰若 对于清话的这个问题 确实让我有点犯难 作为阿兰若的夫君 西泽确实应该知道自己发起的情况 但我却完全不知道阿兰若的情况 正在思考如何回答 此时 清话似乎发现了什么人 目光停留在我的身后不远处 又惊讶地说 倒是莫先生在此 莫先生又是哪一位 我正在思考 却听到身后响起一个男子的声音 阿兰若身体不适 恐是坐船劳顿 一会儿就回来了 正在此时 原本在对面闲坐的菊诺和长蒂 看到他们的母后在这里与我说话 便离习一同走过来凑热闹 听着长蒂反问莫先生一句 这阿兰若也会运传 听长蒂的语气 似乎不相信这位莫先生方才的推辞 这位莫先生没有说话 因是听出了长蒂的语气不善 长蒂的一句话 使得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希泽大人率先打破僵局的是清话 我看了看看他 有听到他说 虽然这次 你是因为菊诺的病而下山 可是你和阿兰若是夫妻 多日不见 也该好好叙叙旧了 清话此时也提起 希泽应该和阿兰若叙旧 难道他看得出来阿兰若和希泽之间无感情 提醒希泽要对自己的女儿好一些 还是说他看得出来长蒂对希泽有异样的情愫 为了避免生出丑事而特意提醒希泽 使其项李却呼发重疾而亡 而后叶霄族来返 作为唯一王子项李赫迎战 而后项李赫迎有其他事消失一段时间 阿兰若自已 长蒂疯癫 最后只剩下流放的菊诺继承比翼鸟族的女军之位 这一切过于巧合 不太符合情理 这整件事 更像是清话杀死项李雀 为前夫向李英报仇 最后扶持与前夫向李英的一父子菊 诺成了比翼鸟族的女军 他应该忌惮阿兰若和希泽在一起 难道方才他只是试探希泽 是不是真的对阿兰若无夫妻情意 如传言一样 希泽和阿兰若一直并无合居 如若是清话真实用意是第三种 那么清话 阿兰若的母后 确实对阿兰若丝毫不念母女之意 正在思索之际 忽然听到身后那名莫先生低声说了一句 希泽大人 这一气 似乎十分怀疑我的身份 修正术可以修改比翼鸟族的记忆 这个人难道没有修改 于是我转身看了看这名莫先生 此时 这位莫先生眼中飘过一些错愕 但很快便恢复过来了 给我行李自我介绍 在下苏默也 苏默也 听到这个名字 脑海浮现一系列史籍信息 阿兰若自小在蛇窝中长大 在阿兰若二十五岁时 途径解忧权的西海苏默也 看到一名女子独自一人在蛇窝 不忍心便将这名女子救出 此后 苏默也便将阿兰若收为徒弟 看来这位莫先生就是苏默也 苏默也来自西海 他不是比翼鸟族 看来修正术对他不起作用 而且方才看他眼神中飘过的错愕 他应该知道我不是希泽 在阿兰若之梦 会知道我不是真正的希泽 只有造梦之人和小白 难道阿兰若之梦是他缔造 但看他的修为 却没有这样的法律可以造出此梦境 他看得出来我不是希泽 难道他跟我和小白一样 都是从奋因谷入了阿兰若之梦 他为何会在此时出现 看他这般恭敬不像是来捣乱 莫非是连送上他来助我出梦的 我看了看面前的苏默也 确定他周身并无受伤 他为何可以安然无恙地进出阿兰若之梦 一连串问题都萦绕在我心头 苏默也 看来我需要找个时机与他会议会 看到苏默也对我行礼 原来是默先生 我按照清华夫人对他称呼 又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莫要声张 此时 清华似乎还要问方才的问题 我便推辞说有事 便告辞离席 回到房内 我一直回想方才感觉到 小白的原神气息的瞬间 回忆方才在此人缘 搜寻可能的人 但还是没有搜寻到 可以确定的是 小白的原神应该也在此一行人之中 明日我去查看一下 菊诺的身体情况如何 如若菊诺身子恢复后 再次探查一下小白的原神 是否塑在菊诺腹中胎儿 于是次日清晨 还没有吃早餐 我便来到菊诺房内 给他查看伤口 不知道为何 长帝却也在此 查看了一番后 菊诺没有说一句话 安静地看着我给他检查 但长帝却在一旁问 记责大人 我姐姐的伤可有好一些 我看着菊诺手腕 骨骼和经脉在触碰 只是没有菊诺 也没有疼痛感 伤口愈合得很理想 看来这两日就可以查探 一下小白的原神 是否塑在此 于是我便说 好多了 过几日应该就能痊愈 此时 长帝又问 希泽大人 昨日你有见过阿兰若吗 阿兰若作为希泽的发妻 我如何也要将这个角色 英作知识给办好 并无我简单的回答 甚至没有看长帝一眼 他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听了我的话 长帝脱口而出 似乎阿兰若做了什么 让希泽蒙渊之事 可昨夜我们倒是 见到他了 长帝又补充 似乎还有一些话没说完 是吗 我淡淡地问 跟长帝肯定地回答 在哪 我淡淡地问 就在那船尾 长帝听了我的问话 急冲冲地说 顿了顿 他又说 他呀 现在胆子可是越发的大了 此时 菊诺忽然大声地咳了一声 似乎是以长帝勿乱多言 被菊诺的制止 长帝倒是安静下来了 见菊诺和长帝二人 似乎有事隐瞒 希泽与阿兰若之事 我不想参合 于是 我便起身 告辞说 行了 若无其他事 我先走了 希泽大人此时未发一言的 菊诺忽然叫住了我 生怕菊诺会有其他不是 影响到小白的元神 我便停下来 你用过早善了吗 菊诺见我停下 便连忙问 不妨是 我回去用便是我没有看他们两姊妹 淡淡地说 我这儿有现成的粥 如果希泽大人不嫌弃 不如一起用早善菊诺语气 倒是很诚恳 我看了看他 不晓得小白是不是在他身上 于是看了看他的腹部 子吉封院和小白一起用善后 已经很久没有与小白一起用善 便应允 也好 刚刚坐下 便听到外面传来宫女的声音 阿兰若殿下道 阿兰若从未出现过在菊诺的宫殿 此刻恰好在我来为菊诺检查伤事事实来道 阿兰若为何来得如此这么巧 心中感觉此事并非那么简单 想起方才还想为何长递今日那么早便出现在菊诺处 难道说阿兰若此时到这里 是菊诺有意为之 正在狐疑 我又往门外看去想看看这个阿兰若是怎样一名奇女子 只见一名身穿粉色衣服的女子正往此处走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阿兰若 鼻翼鸟族的二公主 我所化身角色 希泽的发漆 出梦的关键人物 正在思考之际 此时间一名女子已经走近 可看清相貌时 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女子 竟然是自己日思月想的小白 心中不由地激动起来 暗暗默念道 小白 但再细看 他不是小白 小白的间有一个赤红色的凤羽花印记 而这名女子的间却无 但那眉宇间 那双臂拨流转的毛子 那秀起的鼻子 连看着别人含笑的嘴角微扬神态 这一切都与小白并无任何分别 为何这名女子与小白长得如此相像 世间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见她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走到身边时 她看着我 目光似乎在我身上停顿下来 难道她认识我 我一秒钟也不敢耽搁 紧紧地盯着她 怕错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但片刻之后 她又恢复过来 见神色并无一样 看上去 她似乎并不认识我 正在狐疑 这名女子恭敬地给菊诺行礼 阿兰若见过菊诺姐姐 听她的声音也是跟小白一样 方才外面宫女通报说是阿兰若殿下来了 她方才自称阿兰若 看来她就是阿兰若 为何阿兰若与小白长得如此相像 难道阿兰若和小白有什么渊源 那小白的元神会不会在她身上 你可来了 等你好久了 坐吧 菊诺淡淡地说 听到菊诺让她坐下 阿兰若便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坐下 自她进入室内 我的视线从未从她身上移开 或许发现我一直看着自己 此时 她也缓缓抬头 看了看我 眼神中似乎一丝诧异 她的诧异是因为我一直看着她 还是诧异作为她的夫君 希泽大人 此时出现在菊诺的房中 当她的目光只是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 便将视线收走 转去看房内的陈舍 似乎确实不认识我 她打亮了菊诺的房内 似有羡慕神色 笑着说 姐姐这儿好宽敞 比我那大不少呢 菊诺静静地看着阿兰若 没有说话 此时一旁的长帝 似乎在看香大佬一样 看着阿兰若 淡淡地说 那是当然 姐姐可是大公主 自然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说着又看了看我和菊诺 说 这不 姐姐手受伤了 就连希泽大人也心急万分呢 听到长帝说我 阿兰若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菊诺和长帝 没有回应长帝的话 似有深意地笑了笑便说 我了 我先吃了 说着便拿筷子开动了 看着他拿起碗筷 夹菜的样子 跟小白在疾风院 时和我一起用膳时候一样 此时 长帝似乎心有不愤 看着阿兰若 又缓缓地问 阿兰若 昨夜你在哪儿休息的 长帝这话 与其问得有点奇怪 此时阿兰若却静止吃东西 没有理会长帝的话 片刻后 见阿兰若没有理会自己 长帝结了 大声对着阿兰若嚷了起来 我问你话呢 阿兰若此时才缓缓地停下手上的筷子 看了看长帝 才反问 你问我话 我就一定要回答你吗 听了阿兰若的话 长帝气得你的一声 便咬牙 不语 此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菊诺开口 阿兰若妹妹 阿兰若听到菊诺的话 一脸疑惑地看着菊诺 嘴里还不停地在细嚼食物 难道他真的饿了 看到阿兰若看着自己 菊诺又缓缓地说 你不会看到西泽大人在姐姐这日诊病 行又不悦吧 阿兰若笑了笑 看了看我 又对菊诺说 怎么会 说着便将手上的碗筷放下 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地说 你们整你们的 顿了顿 他又说 只不过 他看了看菊诺 便停了下来 菊诺有些不耐烦 便问 只不过什么 阿兰若笑了笑 看了菊诺一眼 又意味深长地说 只不过西泽大人 是为了给姐姐看伤而来的 如果姐姐的伤好了 他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此时阿兰若又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菊诺 顿了顿 才缓缓地说 那姐姐是希望这伤好得快一些呢 还是慢一些呢 听了阿兰若的话 菊诺也欺诈了 支支吾吾地说着 你 你说什么 看着阿兰若捉弄菊诺和长帝两姐妹 与小白捉弄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我心中更加疑惑 似乎很满意方才自己的怂 对这两姐妹 笑了笑 便告辞说 好了 我吃饱了 多谢姐姐的款待 告辞说爸就要起身离开 看他急于走 我便急忙看着他 叫住他 你 此时菊诺和长帝都在 如此时试探阿兰若是否认识小白 不太妥 所以我便忍住没有往下面说 阿兰若听到我的问话 停下来 看了看我 片刻后 便抽回视线 似乎想起什么 相似自言自语 却更像是告辞 瞧我这记性 今早跟莫少约好 一起去吹江峰看美景的 我先告辞了 以后再来讨扰说着 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菊诺和长帝 便离开了 他方才说莫少 是苏莫叶吗 身为西海二王子 是阿兰若的师父 妙龄少女的徒儿和风度翩翩的师父 一同吹江峰 看美景 谈风花雪月 一想起这个情景 我急了 便马上起来 要跟上去 长帝见我要离去 连忙起来将我叫住 希泽大人 我看了看菊诺与长帝两姐妹 说了一句 告辞便追了出去 没有再理会他们 走出菊诺的院落 发现阿兰若已经不知所踪 心里还在思考方才的一幕 这是怎么回事 这阿兰若竟与小白如此相像 难道小白的原神会在他身上不成 但为何他刚刚看见我 竟完全不相识一般 阿兰